所以導演你看我們傑西也非常的努力想要繼續進入這個狀況 然後當然我相信宋賢哥本身他也是非常有經驗的一位演員 所以你對於這整部戲出來的一個成品 老實說我們給他一個評分 100分 你怎麼評 整個戲還是傑西 對 這個整個戲 你要幫傑西打分也可以 也可以 我們非常歡迎 其實我先演習吧 我覺得他這次演出講說對他來說是挑戰 因為他要一個人演兩個人 還是兩個人性格都不一樣 一個是演出他李宋賢的青梅竹馬那個女孩子的時候 他要演出內套背道出來 然後呢在演出那個講說 又演出李宋賢的妻子的講說來 所以我覺得他在這一塊非常成功 完了呢我總體對他的評分 90分吧 90分吧 他總體對我給我感覺說 在我們整個中期上 他沒有緣期在我們的要求下 他都完成了 幫我打的這些東西 大家看看他提升 我覺得有些可以用提升的 他說不用我 這幾句就能打 有些東西不用你來打 連打都可以 他說不行 我們也有 是 所以這方面對我來說 我覺得他對自己的工作很認真 完了呢也很負責任 這方面我覺得他是挺感動的 這個 那整個戲來說這種戲吧 說實話這種戲我拍的多多這種 經費片呢比較多 我們這類戲呢也是第一次 我給他的分數也就是80分左右吧 完了呢20分呢我還要再努力 把他這種片子再拍好一點 嗯嗯嗯 如果他都是Jesse的粉絲 OK Jesse的粉絲 那你給他一位女主角 剛才雖然說了 但是很多朋友有沒有聽到 你給他有分 即是100分 你給Jesse有分 90分 你給他一位 見分 Jesse Jesse 當然讓他再製造 空間 那些什麼 當然每一位都很完美的嘛 他90分呢 那是他的好 沒錯 他的精神 他那種做法的精神 嗯 是值得大家去學習的 無論他做什麼事都好 都很認真 嗯 我們曾經吃西歐洲 很多人好那些 我每天 三個小時五個小時 他可能比他多少 他可能會去看劇 看劇 他可能會去看 但他可能會去看 因為他可能會去看 這麼久 他可能會去看 所以他就比我 劉沛 他可能會去看劇 所以她可能會去看劇 感谢观看